GPT-4 使用教學 OpenAI 發表了全新 GPT-4 語言模型與 API 然而在 ChatGPT 平台上並未同步升級至 GPT-4 目前我們使用的網頁版 ChatGPT 依然基於 GPT-3 語言模型 然而,若你是 ChatGPT Plus 的付費用戶 你可在 cht.openai.com 網站上 體驗基於 GPT-4 的 ChatGPT 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,OpenAI 表示在初期開放階段 可能會動態調整流量限制以確保系統穩定 至於免費 ChatGPT 用戶 可能還需稍等一段時間才能體驗到 GPT-4 版本的 ChatGPT 新聞地以為你整合了 GPT-4 四大特色 免費付費方法全攻略 GPT-4 擁有更高智慧與精準度 Oban AI 指出 全新升級的 GPT-4 相較於目前的 GPT-3.5 具備更卓越的創造力和推理能力 雖然仍無法達到與人類完美無縫的表現 但在許多專業領活中已能接近人類的水平 為了證明這點 Oban AI 以超過三十種不同的考試項目來評估 GPT-4 在律師考試方面 GPT-4 的表現為居所有考生的前百分之十 而 GPT-3.5 則位於後百分之十 驚人的試 即使在試走私考試上 GPT-4 也能穩定地戰勝 另外百分之七十七至百分之九十二參加相同考試的考生 而 GPT-3 僅贏過了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八十的考生 表現相對不夠穩定 GPT-4 支援視角輸入 具備圖像辨識能力 GPT-4 能夠同時處理文字與圖像輸入 這與原先 GPT-3.5 以及更早期的 GPT 模型 僅能接受文字輸入的方式又顯著差異 在多種應用場景中 無論是包含文字與照片的文件、圖表或是螢幕截圖 GPT-4 的視角辨識表現與僅使用文字輸入時所獲得的回答幾乎相同 不過目前 GPT-4 的影像輸入功能仍處於研究階段 尚未公開 GPT-4 降低胡言亂語的可能性 OpenAI 指出 GPT-4 仍無法完全避免幻覺現象的發生 也就事說 GPT-4 仍有可能對你所提出的問題或指令 隨意吸出答案惡意不正確的方式回應 儘管在 GPT-4 中 這仍然是一個實際問題 但與先前的 GPT 歷代模型相比 GPT-4 顯著降低了幻覺發生的機率 根據 OpenAI 內部進行的評估 GPT-4 在產生幻覺的機率上 比目前最新的 GPT-3.5 減少了40% GPT-4 在敏感問題上提供更加回應方式 雖然 GPT-4 是 OpenAI 最新改良並推出的 GPT 模型 但仍有可能產生有害建議 錯誤程式或不準確的資訊 這些問題與前幾代的 GPT 模型相似 然而 OpenAI 形從包括AI 風險、網路安全、生物風險、 國際安全等不同領運 集了50位專家的測試建議 並將其整合至 GPT-4 的模型改進中 事實上 相較於 GPT-3.5 這樣的做法 確實提升了 GPT-4 在處理敏感問題上的表現 並能夠以更恰當的方式提供建議性回答 免費以付費使用 GPT-4 方法 Check GPT-Plus Check GPT-Plus 是 Check GPT 的付費版本 月費為 20 美元 其中包含了讓用戶使用 GPT-4 的功能 目前 每4小時可提問次數為 100 次 Poll App 免費版用戶 每4小時可以向 GPT-4 提問一次 若是Poll付費訂閱用戶 則每月可提問 300 次 新版邊未願意宣布新版邊已經用 GPT-4 若用戶在過去五內使用過新版邊 那麼現在已經可以使用 GPT-4 功能 至於提問次數限制方面 邊並未針對 GPT-4 或 GPT-3.5 進行區分 目前已全面轉為 GPT-4 根據邊在3月9日的公告 現時用戶每天最多可向邊提問 120 次 而每個對話中最多可進行十次提問 而每個對話中最多可進行十次提問